春天百花开,尿尾火香, 正是鲁油台南的好时期。 今年搭配高中部观光局春油保祖专案, 台南市也搭配推出判定好康, 四月八合有恩惠特市党, 观光鲁油局丹局党, 文化局充富局党, 和台南市两大鲁观光会党代表, 作为孤榜记家会, 发布各项油肥的内容。 除了有保祖专案, 也还有五大好康。 加农部观光局在三月份的时候, 释出了这个春油的一个方案, 它其实这个方案利益非常的好, 它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四五六月, 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旅宿业, 我们的旅行业平常, 就是比较淡季的时候, 适时提供一些补助, 鼓励我们的国人参与这种国旅活动, 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, 提供大家旅宿的一个动力。 这四大股计呢, 我就知道, 应该从来没有免票, 从开始收费以后, 应该没有,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专案有做过, 像今天这个发布, 这个专案的发布这样, 是做全部免费的, 那这是我们也配合交通部观光局, 跟我们旅游局这边的专案, 来推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专案, 只有在五月六月。 春游台南保祖, 为五月一合起跑, 主要可能五月分是台南越俗的担枯, 市府应用中央族园来抑制, 希望能够较适合, 这些提升担枯的三担, 并且让参户的路线, 物超所带的好歌。 因为四月份又有春假, 又有很多活动, 那五月份我们也有很多活动, 我们有博物馆节, 那个配合博物馆金魂祭第三集的, 但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活动, 刚刚副局长也跟我们报告过了, 很多文化的活动, 很多知性的活动, 我们都会在五月六月发生, 所以台南的五月六月, 绝对不是五穷六绝, 绝对不是淡季, 绝对是有很多, 好吃好玩, 不会好无聊的这个活动在举办。 台南市拥有很多人文体系, 自然生态, 在地龙独山顶, 观光主缘, 以及独山顶的文化氛围和美心, 今年也有大季的祝福顶, 新的景点推出, 你的专台应期有富山的力条, 在大会交通部观光局, 春油部做专案, 王市長邀请大家来台南多大规模, 你一定会爱上台南。 欢迎来台南关!